左手邊墨綠色衣服,李慧琳,請問 你好,我是Cable 想問,剛才提到將會展開第二次對折會議 其實目前通關都說是很正面的 但其實進展是去到哪裏呢? 那個左掣,真正內地專家關注的位置在哪裏呢? 有沒有熔斷機制的細節? 還有,我們也看到內地的情勁牌有一個反彈跡象 有些意見就說,好像要一個疫情沒那麼嚴重的地方 去遷就一些疫情嚴重的地方 擔不擔心通關之後,香港有新一波疫情? 另外,也問回關於口岸票站 其實是不是都會肯定是落實到? 剛剛說到動員38,000人 是不是代表口岸票站如果真的要做的時候 是不是會多過這個數字?動員的人數? 另外,就是有傳政府在今屆立法會的選舉 會提出綜合投票率 即是將三個界別的投票率 加起來之後除三,就得出這個投票率 前立法會主席曾學成就說過 選委會的界別和功能團體的界別 投票率一定會高很多 是不是政府都會擔心直選 即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太低要做數? 謝謝老師 關於第一個問題 在兩地討論逐步有罪通關 不是存在一些所謂 你形容為阻滯 是要使用實際的情況 因為兩地,即香港和內地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在防控疫情裡面比較成功 當然指標就是 究竟我們總體有多少確診個案 每一百萬人有多少確診個案 以至到在這個城市裡面 是不是市民已經可以比較自由地有些活動 從這些指標來講 內地和香港,包括澳門 是真的相對成功的 如果你看我們現在的一萬二千多個案 已經在世界的數字是非常之低 所以在討論 讓兩地的人員可以免檢疫 來到往環 因為最大的考慮就是 會不會為雙方兩地的人民 帶來了一些感染的風險 令到我們早期這麼努力達至的成效 令到市民現在可以恢復很多的日常活動 甚至大型的體育文化活動 會突然間又是被影響得到 並不是某一方提出了一些難題 去阻礙另一方 不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就經過了一次對峙會議 一次視像專家交流 一次四日的專家的考察 是很多大家在防疫工作的 即專家對於香港防疫工作裡面的 看法的問題都是得意澄清 他們也可以看到實際究竟 譬如在香港機場 是怎樣去處理這些較高風險的人士 抵抗之後怎樣檢測代行 去確保如果是受了感染呢 是第一時間可以把它識別得到 亦都看到一有一個懷疑的個案 可能在潛伏期曾經在某些地方 出現過我們的強制病毒檢測的範圍 是挺廣泛的 照我所知今次我們也特別介紹一個 我們香港差不多獨有的手段 就是檢測污水裡面的病毒 香港大學的團隊也都向專家介紹了 是我們自己研發了 也是很成功地執行了這個 在污水檢測裡面 是盡早找出在那些樓宇裡面 有沒有被感染的個案 所以這些工作正在進行著 就是為我們希望大致有罪的通關 打好一個基礎 亦都從而可以盡量去減低 因為通關而引致那個風險 但是風險一定會存在的 除非完全閉關 否則一定是存在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還會有海外的人回來 而海外的疫情仍是非常之嚴峻 如果你看歐洲 有些國家已經進入到又要封城了 所以仍然是有海外的人回來的時候 儘管我們有這麼嚴格的外房輸入 都難保有時候會有一些走漏的個案 所以熔斷機制是必須會存在的 就是說在什麼情形之下 要暫停已經是通關的安排了 但是這些詳細的情形 我們必須要等我們有機會 進行第二次的對接會 聽完今次專家考察之後 還有沒有提出的意見 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加強相關的措施 第二個就是關於選舉的問題 我都可以說都很肯定 這個在我們的邊境管制站 一次性去安排一些投票站 讓在內地登記了的香港選民 可以在當天 同樣是當天的投票時間 是在這些臨時的投票站裡面 來到去投票 應該是做得到的 但是詳細的情形 是要等我們來公佈 我必須要澄清 這個安排 純粹是一種便利的措施 從去年到現在 大家都記得 我們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延遲了這個選舉 但是可惜這個疫情 也都未改善到可以 好像以前那樣 在選舉前 這些內地的港人能夠回香港 所以是一個便利的措施 這個便利的措施當然會動員一些人手 因為如果到時在這些投票站裡面 安排這些派票桌 或者是這些投票站的負責人員 是需要有額外的人手的 所以暫時我們提供的 三萬八千左右的人 或許是未計算有這些額外的人手 但是數量也不會說 將三萬八千個增加很多的 這個便利措施 和什麼希望提升的投票率 完全沒有關係 老實說 多極都不會很多 所以也不會影響投票率很厲害的 我亦都必須要澄清你 剛才說是特區政府提出一個綜合投票率 特區政府完全沒有提出過一個綜合的投票率 特區政府也都反對有任何這些的改變 因為我們的選舉已經是慣了 慣常是這樣做 尤其是今次是完善選舉制度之下 第一場最大型的立法會的選舉 是應該繼續將以前原用 而且市民亦都接受的方法繼續用 但是以前做過的 市民認為不好的 譬如沒有關愛隊 沒有電子的登記策來派票 是要改善我們就改善 所以投票率一向都是按照那個界別 在地區的選舉 在每一個傳統功能界別裏面 究竟有多少選民來投票 以至到今次在選舉委員會 這大概1448名選民 究竟在12月19日的投票率是多少 都要清清楚楚 分了這幾個板塊 跟社會來交代 所以完全沒有想過其他的方法 來計算在這次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 下一條提問 林太太你好,港台 想問通關的問題 現在有沒有一個比較確實的日期 例如年底前或者農曆新年之後 另外講到熔斷機制 林太太你剛才的說法 就是海外的疫情是很嚴重的 必須有一個熔斷機制 這個熔斷機制初步想 是否只應用在海外的旅客 內地的旅客 是否都會有一個熔斷機制 機制的標準是否一樣 至於有議員就說 如果跟內地通關的話 內地就妥協 是無需用一個有追蹤功能的健康碼 或者是通關碼 現在對於追蹤功能 跟內地是相討成怎樣呢 那個配額是多少呢 初步的配額 接著就是一個關於安心出行的問題 是否今個星期之內 會在所有食事都會推行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呢 如果為了下一步更多人去使用這個安心出行的程式 下一步會不會考慮連外賣都需要用呢 麻煩林太太 我恐怕你問這些問題 全部都是有關於我們現在正在商談的事 所以我也難以很具體的回答 不過簡單來說 當然是越快越好 所以現在爭取都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因為要管理一下公眾的期望 所謂越快越好 這方面都是有罪逐步的 即是不會說一通關 就是所有的現在香港和內地的關口 包括機場 包括陸路口岸 都一次過可以開發 也都肯定是會有配額制 所以這個是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可能我說得不清楚 或者你聽得不清楚 我沒有說熔斷機制 即是適用於海外 我是說爲什麽需要和內地有熔斷機制 就因爲我們仍然是有海外的人回來 內地亦都有海外的人回去 所以每日其實內地都是有一些確診個案 是輸入的 我們亦都差不多全部的確診個案都是輸入的 所以既有輸入個案 即是說有一些風險 令到它可能會引發到一些本地的感染 或者本地的爆發 去到那個時候就需要熔斷了 需要停了那個通關的安排 來去驗控那個風險的傳播 無論是我們傳播給內地 內地傳播給我們 我們的地方相對內地是很小 內地的復原是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在回港議 來港議都有熔斷機制 如果在內地某一個小區已經視為高中風險 暫時在那個區的香港居民 或者非香港居民 難以可以用回港議 來港議回來香港免檢疫 但是我們回去內地 因為我們很小 所以相信翌日的熔斷機制 很難再分區 是否只是銅鑼灣區 如果有一個個案 就熔斷了 但是這個都是細節要談 就關於現在健康碼 轉到瑜伽碼這些技術的問題 正正就是這幾天 專家談的時候就會談 照我想握也都談得比較順利 因為內地的專家 特別是來過之後 他會看到香港的情況 和內地的情況 畢竟是很不同 所以最重要是以目標為本 我們能不能夠達到那個目標 就可以被接受得到